看到這場景好多人都跪下了 車頭緊貼著便電箱 車尾巴和電線桿 不過10公分距離 到底怎麼辦到的 如果我不是學過少林功夫 那麼高手肯定真的在人間 無縫停車根本是神人等級 就連駕訓班的教練也是 方向盤左轉右轉 熱出一身汗 足足花了3分多鐘才挺好 實在是有夠難教練差點被拷倒 網路上更是引發熱烈討論 但直到有人公布真相 謎底揭曉原來是修馬路 整台車被堆高機放進去的 但有時停車真的不太容易 車廠設計出四顆輪胎 全是球形的概念車 而或是車軸可以旋轉 平行移動的螃蟹車 渴望讓停車更加容易 也許未來這樣的零空隙停車 你我看到都不會再大吃一驚了 記者林中正洪於山 桃園報道